打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来 张化这对一个12岁一个10岁的小兄妹的家 因为基欠水费被停水 好几个月来两个人都没办法正常洗澡 两人的爸爸因为罹患癌症都是靠亲人帮忙协助 但三天前爸爸去世 长辈经济状况不好 忙着筹丧丧费用 也无法好好的照顾小孩 社会处调查这对兄妹的父母 在去年离婚 妈妈带着另外一个和前男友生的小孩离开 留下小兄妹给爸爸抚养 但爸爸离来家中经济状况一直不好 不但被断水好几个月 爸爸现在过世 小孩更失去了生活依靠 有善新人士监货消息赶紧带着物资来捐赠 至于未来谁要来照顾小兄妹 身为处说他们的妈妈是第一顺位 不过对方之前有透露无力照顾两人 因此会谨慎评估 从亲人中寻找适合的监护人 让小兄妹获得最好的照顾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世新闻杂志哦 谢谢大家